堅持到底,不要放棄希望 如果現在放棄的話,比賽就等於結束了 Hello大家好,我是秋山,又是時候跟大家聊聊天了 相信很多七八九十後,甚至是二千後 都有看過這套漫畫作品 這套作品叫做灌籃高手,Slam Done 香港譯名叫做藍兒當入真 這套漫畫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生哲理的金句 而小編開場所說的就是其中之一 漫畫在90年代發行,後期拍攝至動畫版 但動畫版只是去到縣大賽就結束了 傳聞是因為作者井上紅燕和雜鷹寫 雙方未能解決到版權問題 所以遲遲都沒有將漫畫裡 最後兩場經典比賽動畫化 這兩場比賽的分別就是 全國大賽裡雙不對風玉 和對最後大哥山王的經典決戰 在這套漫畫結束之後 直到現在 平均每隔三五七年 都會有風聲說 會將這兩場經典的比賽 電影化搬上大銀幕 但消息傳完之後 就沒有下文 每一次都令大家失望 但在去年2021年 12月18日 作者井上紅燕就在個人IG上發放了一張電影海報 海報上的電影名叫做Slam Done 海報也標明了 放映日期將會是2022年的秋季 以直至今個月初 7月7日 官方終於有進一步的消息 新的男兒當入進電影 名名為The First Slam Done 將會在2022年的12月3日 在日本公開放映 而官方最近也釋出了雙筆籃球隊 五位成員的海報 包括有劉川鋒、赤木剛獻、公城良田、三井壽 和主角櫻木花道 而YouTube裡面已經可以看到這套電影的預告片 基於版權問題 小編就不方便 在這裡貼出來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上打The First Slam Done 很容易就找到 而很多男兒當入進的粉絲 都在猜想 究竟當時井上老師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發放那張海報 那兩個拳頭是屬於哪位角色 有些人說是雙筆球隊的最佳第六人目霧 又有些人說是全新的角色 但最近井上老師在自己個人的Instagram裡面 就揭露了 這兩隻手其實是屬於同一個人 就是櫻木花道的打架死黨 肥仔、高功亡 當然這個可能只是井上老師想跟大家開玩笑 海報上的日文明確寫著 我不想輸 可以推測到劇場版的故事 會最招於輸贏和勝負之上 相信的意義不只是球場上的勝負 亦是人生上的勝負 而今天的小編要講的話題 暫時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希望大家Share、Like 歡迎留言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